大家好,在生活中呢,家家都会有这种空塑料瓶 平时大家呢,都会当作废品将它扔掉,那就太可惜了 它在生活中呢,会帮我们解决很大的难题 巧妙利用呢,会帮我们省下不少钱哦 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你绝对使用得到 在生活中,很多家庭都遇到过马桶不测 很多人说的无测的时候呢,就会找人花钱将它疏通开 备钱又费时,即使利用一个塑料瓶就可以将它通开 来看看具体是如何操作吧 我们将这个瓶子呢,底部剪掉 剪好呢,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,我们手带胶皮手套,防止弄脏我们的手 再用瓶子呢,快速撮下水口,像这样 这时呢,你会听到有气压声 当压力过大呢,杂物一物,就会被抵压下去 差不多了 那么马桶堵的水呢,已经下去了 用一个瓶子呢,不费钱不费时 就可以自己的疏通开 再冲一下马桶试试,已经完全不堵塞了 这个快速通马桶的小妙招你学会了吗 希望这个方法帮到你 看完视频记得分享转发 也可以关注我,观看更多生活小妙招,谢谢观看